大山脚下住着一对王姓夫妻 丈夫王大山采药 妻子李氏访线织布 日子过得很殷实 只是成亲多年没有生育孩子 王大山常年采药 也懂得一些医术 就配药给妻子喝 但李氏喝了很多药 依然没有怀孕 这让夫妻二人很是失望 一日王大山在山上采药 就看到一个老汉坐在路边 老汉说道 这位小哥 我口渴的不行 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王大山赶紧从腰里取下水壶递给老汉 老汉就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 老汉喝好之后就把水壶还给了他 说道 看这位小哥的面相 今生只有一个子嗣呀 王大山一听来了兴致 说道 老伯 你说的可是真的 老汉说道 那当然是真的 而且你儿子已经出生了 什么 王大山感觉这个老汉是在开玩笑 说道 我和妻子成亲多年未孕 儿子怎么会出生呢 老伯 老伯不会是开玩笑吧 老汉说道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今生只有一个儿子 你儿子已经出生了 你千万不要错过 你千万不要错过 错过了就没有了 老汉说完就起身走了 王大山感觉这老汉就是在给他开玩笑 也没有当回事 摇摇头 就往山上走去 当他走到一处山坳的时候 就听见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王大山觉得奇怪 赶紧就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就看见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婴 男婴浑身通红 好像是才生出来 没有多久 王大山顾不得多想 赶紧抱起孩子 就跑回家去了 李氏见丈夫抱回来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就问他是谁家的孩子 王大山就把孩子的来历给他说了 还把老汉的话也对李氏说了 李氏听了很高兴 说道 这是上天赐给咱们的孩子 就给这孩子取名叫天赐吧 夫妻二人终于有了一个孩子 他们的世界也一下子亮了起来 抱着孩子爱不是手 王大山说道 你看这孩子生得纯红齿白 浓眉大眼 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王天赐长到三岁的时候 夫妻二人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 把他送到镇上的学堂读书 王天赐聪明灵力 学习能力很强 十来岁就能写会话了 王天赐有一个同窗好友叫林文豪 林文豪的家就住在镇子上 林父是一个小商贩 家里的日子很是殷实 有时林文豪就会把王天赐带到家里吃饭 林文豪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林素素 与王天赐也熟悉了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二人之间也有了微妙的情感 王天赐十六岁那年 就与林素素定下了亲事 定亲后没有多久就成亲了 成亲后 林素素非常的勤快 在家里帮助婆婆做家务 陪着丈夫挑灯夜读 夫妻如交四妻 很是恩爱 林素素嫁到王家几年时间 公婆也相继离世了 就剩下这小两口相依为命 林素素为了让丈夫安心读书 就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 白天采药 晚上做女工 每日起早贪黑的劳作 身子骨也是越来越差 王天赐看到妻子的付出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拉着妻子的手说道 娘子 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一定要发愤读书 让你过上好日子 林素素听丈夫这么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说道 相公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够大有作为的 夫妻两个紧紧抱在一起 感受着彼此的心跳 这日 林素素在山上采药 本来是晴空万里 却突然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而下 林素素还没有来得及躲避 就临成了落汤鸡 夏天的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暴雨下了一阵子 很快就停了 太阳也出来了 可林素素的衣服湿漉漉的 贴在身上特别难受 他看看四周无人 就躲在一棵大树下把衣服脱下 准备把上面的水拧去 就在这时 突然就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 林素素吓了一跳 赶紧把衣服捂在身上 他害怕地往四周看看 却没有看见人 林素素来不及拧水 就慌慌张张地把衣服套在身上 正要离开的时候 男人的说话声再次响起 这位娘子 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林素素看看四周 还是没有看见人 心里就更加恐惧 他举起手里的镰刀说道 你是人是鬼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不要吓唬我 那个声音说道 我在这里 我现在受伤了 请你帮帮我 林素素顺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还是没有看见人 但他看到了 令他毛骨悚然的东西 一条大白蛇就躺在草丛里 蛇的身上是伤痕累累 有好多鳞片都脱落了 大蛇用力地抬起头 嘴一张一合地说道 娘子 我受了重伤 请你为我包扎一下伤口 把我放进一个水井里面 林素素第一次见到人类以外的动物 开口说话 而且还是一条冷血的蛇 它有些不可思议 心中虽然害怕 但也不忍心见死不救 就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但你不要伤害我 大蛇说道 我不会伤害你的 放心吧 原来这条白蛇 是天上的一条蛟龙 因为不予出了些差错 被贬下凡间 要在水井里 闭关修炼一段时间后 才可再回天庭 林素素听了很同情这条蛟龙 也不那么害怕了 他赶紧拿出自己采摘的草药 放进嘴里嚼碎 把汁水滴在蛟龙的身上 再用麻叶子包裹 用麻绳缠住 因为蛟龙体型较大 而且全身都是伤 他忙了几个时辰 才把他身上的伤口处理完 林素素类的腰酸背痛 满头大汗 眼看天就要黑了 他拼尽全力把蛟龙扛在肩上 艰难地朝山下走去 山脚下有一口水井 他就把蛟龙放了进去 蛟龙进入水井之后 把头探出水面说道 谢谢娘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记的 说完就消失在了水里 翻起一个很大的水花 林素素回到家里 王天赐见他累得满头大汗 篮子里还没有药材 就有些奇怪 但林素素并没有告诉他原因 因为他觉得这是人家蛟龙的隐私 说出来终究不好 就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一年后的春天 王天赐要进京赶考 家里没有盘缠 林素素没办法 只能回娘家借钱 如今父母年纪大了 生意上的事就交给了哥嫂打理 所以他只能找哥嫂借钱 王天赐是林文豪的同窗好友 又是他妹夫 他当然是要帮助的 于是就拿出银子准备给林素素 却被妻子张氏看到了 张氏是张屠夫的女儿 性格很霸道 也非常的势利 最看不惯的就是哪些穷书生 他一把夺过银子说道 你公婆买棺材的钱还没孩呢 还有脸来借钱 你也别怪嫂子说话不好听 当初有大家公子相中你 你却不嫁 就看上一个穷书生了 如今日子过成这样 也是你自作自受 不值得同情 林文豪见妻子这样胡闹 就怒道 她是我妹妹 做哥哥的帮帮她也是应该呢 你能不能这样说话呢 她就是个无底洞 帮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告诉你 今日这钱就是不借 爱咋着咋着 林素素贱歌嫂 因为自己吵了起来 就说道 你们不要吵了 这钱我不借了 她说着就跑出了家门 林素素只有娘家这门亲戚 如今没有在娘家借到钱 她再也没有地方借钱了 林素素跑到山上 绝望地哭了起来 哭过之后 她就回到了家里 拿出娘家压箱底的两件首饰 就出门了 她来到镇上的当铺 就把首饰当了 可只当了五两银子 林素素拿着五两银子就回家了 这点银子太少 林素素担心丈夫不够用 在外面坐难 就去闺蜜孙燕燕家里借钱 孙燕燕不但不愿意借给她 还说风凉话 说她嫁了个穷书生 如今知道日子难过了吧 林素素含泪离开了孙燕燕家 她怕丈夫看到她的样子会担心 在进家门之前 她就擦去眼泪 面带笑容地进了屋里 因为银子太少 林素素就把家里所有的面粉都烙成了饼子 把仅有的一点米也煮成了干饭 都让王天赐带着 王天赐说道 娘子 我把这些吃食都带走了 你怎么办 她从包袱里掏出几个饼子 要留给林素素吃 林素素坚决不要 又把饼子塞进了她的包袱里 说道 穷家富禄 相公出门在外不容易 这些东西你带着 我在家里饿不住 你就放心吧 王天赐说道 娘子 我走了后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考试完了就回来 夫妻二人 说着深情的话语 难分难舍 王天赐走后 林素素过得很艰苦 每日吃野菜度日 还要干很重的体力活 身体吃不消 就病倒了 她脸色蜡黄 瘦得皮包骨头 她的母亲王氏听说后 就瞒着儿媳妇来看望女儿 王氏看到女儿的样子 鼻子一酸就流下了眼泪 说道 我苦命的女儿呀 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嫁到王家 如今你受这么大的苦 林素素却安慰王氏说道 娘不要难过 相公进京赶考了 若是能高中 女儿的苦日子也就到头了 王氏说道 这种事情可不好说 万一中不了 你这辈子就完了 娘 我相信相公的才华 一定能高中的 您就放心吧 王氏说道 我也希望她高中 可不是件容易事呀 王天赐一走就是几个月 王氏就经常来接济女儿 她儿媳张氏 吃到后就不医了 张氏就来找林素素大闹 让她还钱 林素素没有钱 只能给嫂嫂说好话 嫂嫂 等我家相公回来了 一定加倍偿还的 恳请嫂嫂再宽限几日 张氏说道 她一个穷书生 连自己都顾不住 还双倍返还 我不要她双倍 只要把欠的钱 如数奉还就行了 就在这时 王天赐却身穿这状元服 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群官差 围观的众人一看都惊住了 张氏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立刻就变了一副嘴脸 说道 哎呀 我就知道 我这妹夫不简单 一定能够高中的 今日嫂子来就是为你接风洗尘的 众人一看都议论纷纷 说这张事变得也太快了吧 王天赐从众人的议论中就得知了事情真相 但他心情好 就没有与之计较 如今王天赐考上了状元 皇帝派遇前侍卫护送他回来 是要给赏银的 可王家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这可愁坏了夫妇二人 就在二人想着如何凑着笔赏银的时候 林素素的好姐妹孙燕燕就来到了家里 还送来了几十两银子 林素素很感动 说道 太谢谢你了 这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孙燕燕说道 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在这个时候我不帮你谁帮你 不要给我客气 只是你以后做了官夫人 不要把我这个穷姐妹忘了就行 王天赐有了银子 就给那些侍卫发了赏钱 又把燕席款待了他们和当地的各界名流 人们都纷纷恭为王天赐 王天赐也是风光无限 王天赐在当地做了支县 林素素就成了支县夫人 以前看不起他们的那些亲戚 都纷纷上门攀亲 林素素并不与他们计较 谁来了都会热情款待 再说孙燕燕帮了他们大忙 林素素就去孙燕燕家里感谢她 孙燕燕也经常到林素素家里做客 俩姐妹之间的关系 又回到了没有出嫁之前 这年清明节 王天赐就带着妻子回乡下给父母上坟 走到山脚下的那口井时 王天赐就说道 这口井有很多年了 我小时候就经常来这里 趴在井口看人影 他说着就走到井旁 他伸头一看就大叫一声 娘子 你快过来看呀 这井里面是什么东西 林素素觉得奇怪 赶紧跑到井口去看 他刚把头伸过去 身子重心不稳就掉了下去 王天赐大哭 娘子 娘子 哭了一会儿 他才跑到村里去叫人 说林素素不小心掉进井里了 村民们一听赶紧拿着扁担 绳索去捞人 可打捞了几个时辰 也没有打捞到人 林家听到噩耗也赶了过来 可始终找不到林素素的遗体 王氏想到女儿之前受的苦 如今日子好了 他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心中就悲痛万分 一下子就晕倒了 王天赐跪在岳父和大舅哥面前忏悔 说自己没有保护好妻子 他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林家人知道小夫妻感情好 除了这样的事情谁都不好受 他们不但没有怪王天赐 还反过来安慰他 王天赐说道 虽然娘子不在了 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 我会好好孝敬岳父岳母的 林素素的尸首找不到 王天赐只能用他生前的衣物 在这口水井旁边为他做了衣冠种 林素素离开之后 王天赐一度非常的痛苦 时常跑到坟前痛哭 他还经常去看望林家老两口 说起妻子就是泪如雨下 林家人见王天赐对他们很好 就非常的感动 也劝说他走出来 取个田房好好过日子 王天赐说道 世上再也没有比娘子更好的人了 娘子永远落在了我心里 再也装不尽其他人了 再说林素素去世没有多久 孙燕燕的丈夫也突然暴毙而亡 孙燕燕的婆家是大户人家 就这么一根毒苗 没想到就突然死了 他们就怀疑儿子不是正常死亡 就去县衙报官 王天赐一听人命关天 还是孙燕燕的丈夫 就不敢怠慢 赶紧带着五座燕尸 燕尸的结果就是突发心脏病 而亡 并非谋害 孙燕燕的婆家人心里仍有疑惑 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孙燕燕的丈夫死后 孙燕燕尽到了一个儿媳的责任 对公婆很是孝顺 自己心里难受 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抹眼泪 人心都是肉掌的 婆家人对孙燕燕的所作所为 很是感动 婆婆就劝她再走一步 毕竟她还这么年轻 不能把青春都白白浪费了 孙燕燕说道 一女不嫁二夫 我这辈子就是相公的人 婆婆说道 你还年轻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应该找个知冷知热的人 好好过日子 如今我儿子不在了 你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 若有何事的 我们劳两口 就会把你当作女儿嫁出去的 孙燕燕听了婆婆的一席话 也是感动得稀里哗啦 婆媳二人抱头痛哭 林素素离后 孙燕燕也经常去看望林家父母 林家父母也把她当作女儿一样看待 如今她也是孤身一人 林家父母就很担心她 劝说她再往前走一步 孙燕燕说道 哪有那么合适的呀 要是嫁个良人还好 要是嫁个渣男还不如不嫁呢 王氏突然灵光一现 就想到了自己的女婿王天赐 说道 天赐这孩子人好 孝顺 可我那女儿没有福气 这么早就离开了 她说着又是老泪纵横 孙燕燕赶紧给她擦泪 说道 素素是个善良的女子 王之县也重情重义 这么好的一对夫妻就阴阳两格了 素素走了 对王之县的打击肯定很大 没有素素她以后咋活呀 孙燕燕说着也抹起了眼泪 王氏擦干眼泪说道 适者已适生者如斯 走的人已经走了 活着的人还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和天赐都是苦命的孩子 你俩要是结为夫妻 相互陪伴 那也是一桩绝佳的良缘呀 孙燕燕赶紧说道 大娘 这可使不得 我是一个寡妇 怎么能配得上王之县呢 王氏说道 你们都是善良的孩子 等天赐来 我就问问他 他要是同意 你俩就一起过 相互安慰 也不这么痛苦了 王天赐在来邻家的时候 王氏就把自己的想法 对王天赐说了 王天赐一听就哭了起来 说这辈子只爱林素素 不愿意再娶 他越是这样 林家人越是心疼他 在林家人的一番劝说下 王天赐最终还是同意了 说道 我们有了父母 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的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就是了 在林家人的周旋下 王天赐就八台大轿把孙燕燕娶娶回了家 孙燕燕的婆嫁给了他丰厚的陪嫁 二人的婚礼办的也是风风光光的 成亲之后 夫妻两个十分的恩爱 可王天赐的心里总是隐隐不安 因为孙燕燕太过美艳 又风情万种 他总是担心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就开始控制他的人身自由 让丫鬟一刻不离地跟着孙燕燕 后来他就越来越过分 居然把孙燕燕锁在房里不让出来 吃喝拉撒都在房间里 孙燕燕本来就是个爱玩的人 王天赐把他锁在屋里 他感到生不如死 在屋子里又摔又砸 一日三更 王天赐回到家里 当他打开房间门时 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坐在他的床上 却不见妻子的影子 他恼羞成怒 抽出一把尖刀就朝男子刺去 男子还没有来得及躲闪 胸口的鲜血就喷涌而出 倒在血泊里就一命呜呼了 王天赐作为朝廷命官 居然知法犯法 他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 就叫下人到知府衙门报案 知府大人带人来捉拿王天赐 并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检验 却发现这个奸夫居然是个女人假扮的 就大惑不解 让王天赐仔细辨认 看他认不认识这人 王天赐也是很奇怪 当他看清死者的真面目时 吓得两腿直哆嗦 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 哭道 娘子 怎么会是你呢 好好的你为何要女扮男装呀 知府大人从王天赐的哭诉中 也得知了事情真相 孙燕燕本来没有奸情的 但总是被王天赐怀疑 孙燕燕为了气他 就扮男装坐在床上 没想到却被王天赐当成 奸夫赐死了 知府大人说道 夫妻之间没有相互信任 无端猜疑 真是害人害己啊 这孙燕燕也是死得太不值了 知府的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女子走到堂下 说道 孙燕燕死有余辜 她又指着王天赐骂道 你这个臣是美 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居然处心积虑地害我性命 王天赐看到来人时 又一次贪软 在地 吓得浑身直哆嗦 你 娘子 你不是死了吗 林素素说道 你这样的恶人都没有死 我怎么能死呢 原来 林素素是被王天赐推进井里的 是那条蛟龙救了他 蛟龙 本来可以直接惩罚王天赐的 但他是戴罪之身 不能随便杀人 于是就悄悄调查真相 收集证据 找到了林素素死亡的真相 林素素今日来 就是要揭穿王天赐和孙燕燕的阴谋 说道 你们这对狗男女 为了狗和害了两条人命 报应来得真是快呀 林素素拿出了王天赐和孙燕燕 谋害人命的证据 还找来了证人 王天赐再隐瞒 也毫无意义了 就交代了他与孙燕燕的阴谋 王天赐当上知县之后 风情万种的孙燕燕 经常去找林素素闲聊 时间已久 孙燕燕就与王天赐勾搭在一起了 二人为了做长久夫妻 王天赐就诱骗林素素到井边 把他推入井中 不久后 孙燕燕也把自己的丈夫害死 王天赐为了隐瞒真相 对林家父母非常的孝顺 孙燕燕对公婆也很好 他们的假情假意 成功地打动了两家人 二人在他们的凑合下 就顺理成章地做了夫妻 本来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王天赐的心里总是过不去那个坎 孙燕燕为了跟她在一起害死自己的丈夫 在她的内心深处 孙燕燕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她害怕自己不孙燕燕前夫的后尘 于是就把孙燕燕囚禁起来 不让她与外人接触 王天赐也没有想到 孙燕燕会假扮男装来气她 结果酿成命案 事到如今 王天赐的肠子都毁清了 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她只能为自己的贪婪和自私付出惨痛的代价 林素素把自己的大好青春都献给了王天赐 没想到却遭遇双重背叛 还差点丢了性命 此时的她已经看破红尘 就去山上出家维尼了 可她还没有来到尼姑安 就碰到一个身穿白衣的英俊男子 男子说道 娘子 嫁给我好吗 林素素看着素不相识的男子 也是吓了一跳 正要骂她流氓 男子却拉住她的手 跑到了那口井旁 原来 男子就是她就下的那条蛟龙 因为她在下界表现得好 玉帝就赦免了她的罪 让她去东海做龙王 保护一方平安 还可以娶妻生子 白衣男子说道 娘子 我愿意一辈子呵护你 咱们做一对神仙眷侣 你愿意吗 林素素娇羞地点点头 说道 我愿意 楼毫满地卢雅短 正是河豚遇上时 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氏在《慧虫春江玩景》二手中的一句古诗 描写的是初春时节的画面 想必大家可能都知道 苏氏不仅是一位文学家 而且还是一位美食家 著名的东坡肉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句诗中 也出现了一种美味 那就是河豚 河豚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 是一种名贵的高档水产品 被誉为菜肴之冠 但其卵巢 肝脏 肾脏 眼睛 血液中含有剧毒 处理不当或务实 轻者中毒 重者丧命 尽管如此 但苏氏却对河豚情有独钟 因此才有了拼死吃河豚的故事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也与河豚有关 话说宋朝贤平年间 杭州府前唐县有个名叫钱万通的年轻人 他家到中等 自幼就喜好读书习字 学习十分勤奋 十八岁那年 钱万通的父母相继过世 家中只留下一个老仆人帮着料理日常事物 每年除了正常的衣室开销外 基本所剩无几 这一天 钱万通依旧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 收拾好东西以后 他便朝着书院读书去了 书院在了城外的一座古寺旁边 就在钱万通刚出城不久 一阵凄惨的哭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钱万通连忙停下脚步朝着哭声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路边的不远处 一对母子正对着一个倒在地上的男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听着凄惨的哭声 钱万通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他便走了过去 走到跟前 钱万通看清楚了 地上的男子浑身是伤 看起来就像是被人用刀砍伤似的 此刻 男子正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到这 钱万通关切地问道 这位大嫂 这是怎么了 可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女子赶紧朝着钱万通磕了个头 哭着说道 大兄弟 求求你 救救我家那口子吧 他还没死 见母亲哭了 一旁的那个小男孩 也紧紧地抱住了钱万通的腿哭道 大叔 你行行好 赶紧救救我爹吧 钱万通连忙伸手将那女子扶了起来 大嫂 你别着急 这样吧 我家就在不远处 我先把这位大哥背回家去再找个郎中 你看怎么样 一听这话 女子顿时转背为喜 连忙又朝着钱万通磕了几个头 很快 钱万通便把那受伤的男子背回了家中 随后又给他找来了一个郎中 郎中看后说 男子并无大碍 只是失血过多 休养一些时日便可痊愈了 听了这话 钱万通和那女子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钱万通从女子口中得知 他们乃是一家三口 受伤的男子 名叫赵世元 是个厨师 此番前来 是投奔当地的一个亲戚的 今天凌晨 一家三口正在一条小路上走着 突然间两个手持钢刀的壮汉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为了避免意外 赵世元便把钱拿了出来计划买个平安 没想到 这两人却贪得无厌 见赵世元的妻子王氏颇有几分姿色 竟然丧心病狂地要非礼王氏 赵世元哪能让这两人得逞 于是就和那两人搏斗在了一起 虽说最后把那两人打跑了 但他也受了重伤 无依无靠又没钱 王氏只好在路边哭泣了起来 听王氏说完后 钱万通不由地摇了摇头 见他们无处可去 钱万通便先把他们暂时收留了下来 一切等赵世元伤好了以后再说 在赵世元养伤期间 钱万通曾经打听过王氏口中所说的那个亲戚的下落 一番打听之后才知道 那个亲戚几年前就已经搬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赵世元一家不免为生计担忧起来 这钱万通倒也是个热心人 得知赵世元是个厨师后 便在一家酒楼里给他找了份大厨的差事 因为赵世元已经身无分文 钱万通又自己掏钱给他们一家三口 在酒楼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这样赵世元一家才总算安顿了下来 在酒楼里当了厨师之后 没过多久 赵世元就凭借着一道烧河豚在酒楼里站稳了脚跟 野生河豚有剧毒 前几年 这个地方就曾经发生过有人因为吃了河豚鱼 中毒身亡的事情 出了这件事情以后 人们是谈屯色变 起初 一听说赵世元要做烧河豚 酒楼的掌柜连连摇头 可在赵世元的一再要求下 掌柜的才勉强同意了 见赵世元自己吃了以后 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 掌柜的这才同意把烧河豚上了桌 不过 为了让客人吃得放心 每次做好这道菜以后 赵世元都会当着客人的面亲自尝一尝 直到两刻钟半个小时以后安然无恙 客人才敢动快 尽管如此 为了保险起见 每次上这道菜的时候 赵世元都会事先准备好一份解毒的药水 放在旁边以备不测 自从有了这道菜以后 慕名前来的时刻络绎不绝 酒楼的生意自然是蒸蒸日上 在这里扎下根以后 赵世元一家并没有忘记钱万通的恩情 他和钱万通结为了异性兄弟 有了赵世元一家的照顾 钱万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读书上 以求能出人头地 转眼间 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年夏天 最近几天 酒楼的灶火坏了 掌柜的便托人将灶火重新修弃了一番 而赵世元也难得的轻松了几天 这天赵世元正在睡觉 妻子王氏却一把将他拽了起来 你这个懒鬼 日头已经生得老高了 怎么还不起床 你忘了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吗 赵世元半壁着眼迷迷糊糊地问道 好不容易休息几天 就不能让我睡个懒觉吗 你一个妇到人家能有什么事 王氏上前拽着赵世元的耳朵说道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 你忘了吗 今天要去慈恩寺里烧香 一听是这 赵世元猛然间醒了过来 对 我倒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赶紧走 原来 自从在这里安顿好后 王氏隔上一段时间 就会到附近的慈恩寺里进香 以保佑前万通能金榜提名 赵世元这几天恰好休息在家 于是便想着和王氏一同前去 不料却因为贪睡差点耽误了时辰 起床后 一家三口便朝着慈恩寺走去了 进到寺里烧完香后 三人便匆匆朝着山下走去了 走到半路时 路旁一男一女的吵闹声 引起了赵世元的注意 吵架的这对男女 看起来和钱万通年岁不相上下 只听那女子怒气冲冲地说道 张文远 你到底要干什么 听了女子的怒斥 那名叫张文远的男子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嬉皮笑脸地说道 荣儿 你说 我能干什么 不要忘了 你可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呀 荣儿冷哼一声说道 张文远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 你这人怎么没有一点廉耻 一年前我父亲 已经把婚书和聘礼 全部退还给了你家 咱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为什么还一直纠缠不休 见荣儿这样反驳 张文远冷笑着说道 你以为这婚姻是儿戏呀 你说退婚就退婚 在我家没同意之前 你就是我的未婚妻 说完 张文远上前就对荣儿动起了手脚 荣儿大怒 杨起手狠狠地就甩给了张文远一个耳光 只听她的一声 张文远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个手掌印 巴掌之下 张文远顿时恼羞成怒 上前就将荣儿推倒在地 就在她仰手正要打下去的时候 一旁的赵世元看不下去了 只见赵世元快步上前伸手将张文远的手拽在了手里 赵世元成天到晚地端着草瓢 手上的力道自然是比一般人大了不少 那张文远的手被她攥在手里后竟然不能动得分毫 紧接着 赵世元伸手一拉随即将张文远拽了起来 趁着空当 王室连忙将荣儿扶了起来 张文远扭头一看 见是个陌生人坏了自己的好事 顿时恼羞成怒 用力挣脱开赵世元的手后 他指着赵世元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是谁 凭什么多管闲事 赵世元笑着说道 小兄弟 你不要生气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为什么非要动手动脚呢 张文远冷哼一声说道 哼 告诉你 他可是我未过门的媳妇 我打自己的媳妇与你何干 赵世元依旧笑着说道 你们两个刚才吵架的时候 我也听到了 这位姑娘不是说他已经退婚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纠缠着他不放 再说了 男子汉大丈夫和患无妻 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一听这话 张文远更加生气了 你少在这里冲大头 老子的事不用你管 说完 张文远又要上前去纠缠戎儿 赵世元一看连忙又伸手拦住了他 张文远顿时恼羞成怒 伸手就朝着赵世元打了过去 赵世元不想多事 连忙闪身躲过 那张文远却依旧不依不饶 无奈之下 赵世元便和他撕打在了一起 张文远根本不是赵世元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赵世元打倒在地 从地上爬起来以后 张文远怨恨地看着赵世元 冷笑着说道 好 今天这顿拳头 我记下了 你给我等着 说完 张文远便一瘸一拐地走了 张文远走后 荣儿这才哭哭啼啼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原来这位名叫荣儿的女子是承熙刘元外家的独生女儿 在她小的时候 刘元外便给她许了一门娃娃亲 对象正是富甲一方的张文远家 小时候 张文远还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孩子 可长大后 她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成天游手好闲 无恶不作 刘荣儿看不上张文远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她另外有了一中人 而这个人恰好就是钱万通 钱万通不仅心地善良 而且知书达理 是个值得托付之人 于是 刘元外便退了婚 虽说已经退了婚 两家已经没有瓜葛了 但张文远却依旧不死心 于是便趁着荣儿外出的机会 想要非礼于她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 赵世元两口子连忙把荣儿送回了家中 对于张文远的恐吓 赵世元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不要说钱万通对她还有救命之恩了 就是素不相识的人 她也会那样去做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 赵世元正在酒楼的后厨里忙活 正在这时 她的妻子王氏跑了进来 见妻子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赵世元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 不能等到我回去再说吗 王氏哭着说道 不好了 宝不见了 一听这话 赵世元顿时僵在了当地 宝是他唯一的儿子 这可是他的命根子呀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不见呢 你倒是说清楚呀 到底怎么了 赵世元连忙问道 王氏哭诉道 下午的时候 宝儿和几个孩子结伴去玩 可等到天黑的时候 他还没有回来 我就出去找了 可和他一起玩耍的孩子们 早就回家了 唯独他不见了 你快回家看看去吧 听王氏这样说 赵世元不敢大意了 于是便和掌柜的告了 甲急匆匆的出去寻找去了 把家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找遍了 孩子依旧没有踪影 快到三更天的时候 一个黑影悄悄来到了赵世元家的门口 此时 赵世元两口子就像是疯了一样 茫然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从院子里响了起来 赵世元连忙起身 朝着外面走去 还没出门 一个黑影就冲了进来 赵世元刚要开口 黑影却抢先说道 别出声 到屋里说话 听了黑影的话 赵世元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黑影进到屋子里后 把门一关 随后转过身来 这回 赵世元看清楚了 黑影正是张文远 深更半夜他来这里干什么 赵世元的心中一阵疑惑 就在这时 张文远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怎么样 不欢迎吗 赵世元说道 张公子 看你说的 只是不知你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张文远问道 厨子 我听说 你家的孩子不见了 有这回事吗 一听这话 赵世元连忙说道 怎么 你知道 我家孩子的下落吗 张文远冷笑着说道 知道倒是知道 不过 说到这里 张文远突然停了下来 赵世元连忙说道 不过什么 只要你能告诉我们 孩子在哪里 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 张文远说道 我不要你的钱 只要你替我办一件事 我就把孩子还给你 一听是这 赵世元瞬间明白了过来 张公子 这样说来 我家孩子就是你藏起来了 是不是 张文远说道 也可以这样说 不过你且放心 孩子现在好好的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孩子就安然无恙 你说吧 什么事 赵世元问道 张文远说道 是这样 明天我计划 在酒楼里请钱万通吃一顿饭 就吃你做的烧海豚 怎么样 一听是这要求 赵世元的新顿时放心了不少 这有何难 想必你也听说过我的手艺 这钱万通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明天这顿饭我请了 怎么样 说完后 赵世元转念一想 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吧 如果仅仅是一顿饭 张文远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果不其然 听了他的话 张文远开口了 烧海豚谁没吃过 不过 明天我要吃的这条鱼 你切记不能料理干净 张文远刚说完 赵世元就愣在了当地 张公子 你也知道 这河豚鱼 要是处理不干净的话 是会出人命的 张文远冷笑着说道 怎么了 你不愿意吗 你不想见到你的孩子了吗 话我就说到这里了 该怎样做你自己心里掂量吧 说完 张文远就走了出去 张文远走后 赵世元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 要是按照张文远说的那样去做 那钱万通 还有命吗 尽管还有解药 但万一 解药失灵呢 我这不就亲手把自己的救命恩人 给杀死了吗 可如果不按照他的话去做 孩子不就没命了吗 该怎么办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 赵世元有了计较 于是 他便急匆匆地出了 门朝着钱万通家走了过去 来到钱万通家后 赵世元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钱万通 得知此事 钱万通也是大惊失色 不过 在赵世元说出他的计划 以后 钱万通这才放下了心 赵世元到底有什么办法 请接着往下看 第二天一大早 赵世元早早地就起了床 正午时分 张文远果然和钱万通如约而至 这时赵世元已经把烧河豚做好了 两人坐定之后 赵世元便把烧河豚端了上来 按照规矩 烧河豚必须先由赵世元尝一口 这次也不例外 赵世元便拿起筷子先吃了一口 随后说道 两位公子 解药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后厨的锅台上 待会儿我就给你们二位端上来 说完之后 他便下去忙活去了 约莫过了有半个时辰 张文远朝着手下的一个仆人说道 你去看看 要是厨子没事的话 我和钱公子就要吃了 按照张文远的吩咐 仆人朝着后厨走了过去 后厨里只有赵世元一个人 仆人悄悄走进去一看 只见那赵世元早已瘫倒在地 就像是中了毒一般 看到这 仆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随即仆人便来到酒桌旁 对张文远和钱万通说道 公子 刚才我去了后厨 那赵世元正在那里忙着 不能亲自过来 不过他肯定没事 要是中了毒的话 他还能炒菜吗 放心吧 这道烧河豚可以吃了 听了仆人的话 张文远笑着说道 即使是这样 咱们也不能大意 这样吧 你再去一趟后厨 问厨子把解药拿来 以防万一 说这话的时候 张世元一边说 一边还朝着仆人使了个眼色 仆人心领神会 随即再次来到了后厨 此时 赵世元还像刚才那样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锅台上 放着两碗水 就是赵世元口中说的解药 仆人随即上前端起一碗 解药就朝着地上泼了下去 又在碗里盛了一碗清水 准备好之后 仆人便端着这两个碗 又来到了桌子跟前 随后 他便把那个盛有清水的碗 放到了钱万通的跟前 又把装有解药的碗 放到了张文远的跟前 然后便朝着张文远点了点头 件事情已经办妥了 张文远便对钱万通说道 钱兄 我看咱们还是先把解药喝了吧 万一厨子有个闪失 咱们俩可就性命不保了 说完 张文远便端起碗 将那解药一饮而尽 钱万通随后也把解药喝了下去 喝完解药以后 张文远便殷勤地劝钱万通吃起烧河豚来 很快 一盘海豚就被两人吃了个精光 吃完后 那张文远便盯着钱万通看了起来 可令他意外的是 过了好久 那钱万通却丝毫没有中毒的迹象 这一来张文远不由地焦急了起来 就在这时 雅坐的门开了 从外面走近了一个人 看到这个人 张文远和他的仆人顿时大惊失色 眼前的人正是刚才还躺倒在地的赵世源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已经中毒了吗 怎么还好好的 就在张文远目瞪口呆之时 赵世源说话了 两位公子 这烧河豚的味道还可以吧 千万通笑着说道 赵兄烧的河豚真是人间绝品呀 吃了这以后 恐怕以后吃什么都没味了 张兄 你说是吗 张文远强装笑容说道 是 厨子 我听说 你的孩子丢了 怎么样 找到了吗 赵世源笑着说道 张公子 孩子的事不着急 马上就有人给我送过来了 是吗 你口中说的这个人是谁 张文远问道 赵世源说道 就是你 张文远说道 我 厨子 你开什么玩笑 话音未落 张文远突然觉得肚子里传来了一阵钻心的疼痛 很快 他就脸色苍白疼地叫唤起来 看到张文远痛不欲生的样子 赵世源笑着说道 张公子 怎么样 肚子是不是觉得很疼 张文远颤声说道 厨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用河豚来害人 赵世源说道 谁告诉你河豚里面有毒的 实话告诉你 河豚里面并没有毒 张文远追问道 张文远追问道 那 那是怎么回事 赵世源笑着说道 河豚没毒 解药有毒 什么 解药有毒 赵世源又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前公子乃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能下 毒害他呢 其实 放在锅台上的那凉碗水 并不是解药 而是我配置的毒门药水 喝下去之后 如果不及时救治 就会毒发身亡而死 原本我想的是 等你两个都把药喝下去之后 我再给前公子解毒 没想到 你却让仆人把前公子的那碗药 换成了清水 这样一来 我可就省心了 听了赵世源的话 张文远顿时僵在了当地 这可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呀 见张文远一副痛苦万分的样子 赵世源笑着问道 张公子怎么样 想不想拿到解药 张文远强忍着疼痛说道 厨子 赶紧把解药拿出来 赵世源说道 要解药也不难 你只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就是了 此刻 张文远心里想的都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小命 连忙吩咐仆人将宝带过来 不久之后 宝被带了过来 见儿子安然无恙 赵世源这才把解药给了张文远 喝了解药之后 张文远又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说道 赵世源 你给我等着 咱们的事情还没完 赵世源笑着说道 张公子 你先不要着急 我来告诉你 这解药不止一份 你还得连续服三次 这段时间内 只要你不再纠缠戎尔 并且不来陷害于我 我就将解药给你 不然的话 你就等死吧 听赵世源这样说 张文远连忙不敢再作声 带着仆人灰溜溜的走了 这件事情过后 张文远果然老实了很多 此后 他再也没有前去纠缠戎尔 在最后一次问赵世源要解药的时候 张文远问赵世源 赵大哥 你实话告诉我 你这毒药到底叫什么名字 赵世源笑着说道 哪里有什么毒药 不过就是一副谢药罢了 一听这话 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后来 张文远改邪归正 和钱万通成了真正的朋友 这件事情没过多久 钱万通就和荣儿举行了婚礼 而赵世源则在当地安了家 一家子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明朝正德年间 山西焚州府十楼县 有一户姓葛的大户人家 葛老爷有个女儿名叫葛秀姑 秀姑生在傅家 又是家中独女 自小就饱读诗书 琴棋书画样样皆通 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才女 早在十六岁时 葛老爷就给秀姑定了一门婚事 南方家姓柳 也是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 秀姑的如意郎君名叫柳成峰 柳成峰比秀姑年长两岁 他俊朗帅气 举止洒脱 气质不凡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两人的婚事被人们当成了一段佳话 再过两个月秀姑就要过门了 这天 秀姑闲来无事 便在丫鬟如烟的陪同下来 到了离家不远的小山上 或许是许久 也没有出门了 来到山上走了没多久 秀姑便有点累了 于是就在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 歇起脚来 正要离开时 路旁的草丛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响动 尽管声音很低 但秀姑 还是真真切切地听在了耳朵里 声性大胆的他 便朝着声音传过来的地方 走了过去 丫鬟如烟连忙问道 小姐 你干什么去啊 秀姑说道 没听到 那边有东西在动吗 我过去看看 说不定能发现 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一听小姐这样说 如烟连忙说道 我的大小姐呀 这荒叫也领的 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呀 万一把你咬伤了 我回去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秀姑笑着说道 看你那胆子 怕什么怕 说话间 秀姑已经来到了声音响起的那个地方 等他走到镜前一看 原来是一条受伤的小蛇 小蛇大约不到一尺长 五彩斑斓的颜色看起来十分吓人 小蛇的身子似乎是被人用石头砸的 几乎断成了两截 只有一点皮肉相连 看到小蛇的惨样 连胆大的秀姑都被吓了一跳 于是便不由地朝后退了两步 这时候 如烟已经走了过来 等他看清楚眼前的景象后 瞬间就吓得捂着眼睛跑了出去 一边跑一边说道 小姐 快 快走吧 真是吓死人了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蛇 生性善良的秀姑侧隐之心大动 于是便走到小蛇的跟前蹲下了身子 小蛇似乎感觉到了秀姑的善良 用尽浑身的力气 昂着头朝着秀姑看了过去 嘴巴一张一合 似乎在说 好心人 救救我吧 善良最终战胜了恐惧 秀姑随即从身上掏出了自己的手帕 将小蛇的身子接在一起 用手帕包裹了起来 秀姑一边包扎一边说道 小蛇今天就只能这样了 明天给你拿点草药敷在身上 这样呢 你就好得快一些 记住 明天我还会来 就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等着我 小蛇似乎听懂了秀姑的话 竟然朝着秀姑点了点头 见小蛇暂时没有了危险 秀姑便离开了 此时 如烟正站在路边看着她 见秀姑走出来了她 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小姐 你也是的 就不怕 她咬着你吗 秀姑笑着说道 看你这个胆小鬼 说实话 我也害怕 不过 看到小蛇的样子 我就心软了 如烟说道 不就是一条蛇吗 用得着 你冒着危险去救吗 秀姑说道 在你眼里 它是一条蛇 可在我眼里 它却是一条生命 明天呀 我还要来 回家后 秀姑专门去了一趟药铺 买了些止血生机的药粉 回到家后 如烟把秀姑救舌的事情 告诉了葛老爷 葛老爷听后 很是担心 女儿的安危 便吩咐 她不要再去了 还让如烟 把她看好了 第二天 秀姑不顾如烟的劝阻 又悄悄地溜出了家门 来到那个地方以后 小蛇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 给小蛇换了药之后 秀姑便回家了 此后的几天里 秀姑每天都会进山给小蛇换药 直到小蛇的伤逐渐好转 十天以后 或许是伤已经好了 小蛇再也没有出现 转眼间 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 葛柳两家在当地都是大户人家 婚礼自然办得是热闹异常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柳成风和葛秀姑走到了一起 婚后 两口子 你敬我爱 相敬如宾 真是羡煞旁人 一年后 秀姑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叫刘子瑜 令人惋惜的是 就在孩子出生不久 秀姑却一病不起 为了给妻子治病 柳成风想尽了各种办法 但都未能把秀姑救下 就在孩子出生后 仅仅半年 秀姑就撒手人寰 秀姑死后 为了照顾上在强宝之中的孩子 柳成风便把秀姑的陪嫁丫头 如烟收进门 做了测试 没过多久 如烟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转眼间时间 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刘子瑜也长成了一个 俊朗帅气的小伙子 自从刘子瑜懂事以后 柳成风每年都会带着他 前来母亲的坟地祭拜 这一年的清明时节 因为柳成风有件急事要办 刘子瑜便独自一人 来到了母亲的墓地 尽管没有见过母亲 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母子之情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反而与日俱增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刘子瑜时不时地会在梦中见到母亲 以至于有好多次她都是哭着醒来的 就在刘子瑜快要走到墓地旁边时 她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母亲的坟头上 一条五彩斑斓的大蛇正盘在那里吐着信子 那样子可怕极了 刘子瑜生性胆小 不敢进前又不能转身离去 只好在旁边偷偷地等了起来 等着大蛇走后再去上坟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大蛇久久不肯离去 到后来 他竟然做出了令刘子瑜大为惊诧的事情 在坟头盘做了少半个时针以后 大蛇从坟头上爬了下来 就在刘子瑜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 大蛇却爬到了坟头前面 只见他把身子一盘 高高地昂起了头 随即又把头缓缓地低了下去 一样的动作 大蛇做了好几次 那样子就像是人在磕头一样 看到这 刘子瑜既害怕又疑惑 于是 不知不觉间 他就往前走了几步 大蛇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到来 转头便朝着他看了过去 在刘子瑜与蛇目光相遇的一刹那 刘子瑜看到了 几滴眼泪从蛇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蛇流泪了 转瞬间 众多的疑惑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母亲的坟地上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条蛇 蛇为什么会做出那样奇怪的动作 蛇为什么会流泪 它又是在为谁流泪 难道是为母亲吗 母亲和这条蛇有什么渊源 尽管心中有很多疑惑 但眼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刘子瑜便大着胆子来到了坟前 蛇似乎对他并没有恶意 见刘子瑜来了 他随即爬到一旁全城一团 朝着刘子瑜看了起来 祭拜完母亲后 大蛇依旧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刘子瑜起身的一刹那 大蛇朝着他爬了过来 刘子瑜被吓了一跳 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大蛇似乎看出了刘子瑜的害怕 于是便停了下来朝着刘子瑜吐出了红红的杏子 见大蛇停了下来 刘子瑜连忙转身便要离开 就在他刚挪动步子的那一刻 大蛇嗖的一下窜到了他的面前 刘子瑜以为大蛇是要伤害他 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但事实却跟他想得不太一样 大蛇只是温顺地低着头 用蛇杏子轻轻碰了碰他的脚 然后便往一旁的密林中爬去 爬了没几步 大蛇便调转头来 见刘子瑜待在当地不知所措 便冲着刘子瑜点了点头 刘子瑜心中暗道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让我跟着他走吗 于是便随口问道 你是在等我吗 大蛇似乎听懂了刘子瑜的话 竟然朝着他点了点头 刘子瑜又问 你是不是让我跟着你走 大蛇又点了点头 尽管心中很是疑惑 但确定大蛇对他并无恶意后 刘子瑜还是跟着大蛇往前走了起来 不久之后 大蛇在一处山洞前停了下来 在大蛇的事意下 刘子瑜走进了山洞 在一块几乎发黄的破步跟前 大蛇停了下来 并用头朝着破步点了一点 怀着疑惑的心情 刘子瑜将破步捡了起来 破步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 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 发现原来是块手帕 手帕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些血迹 在手帕的一角 刘子瑜看到了一个令他浑迁梦绕的名字 秀姑 母亲的名字就叫秀姑 他的手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大蛇把我带到这里 难道就是为了把这块手帕交给我吗 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猛然间 刘子瑜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梦中与母亲相见的场景 从第一次见到母亲起 母亲不仅从来没有笑过 也没有说过话 始终是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 尽管那种场景朦朦胧胧 但刘子瑜能明显地感觉到母亲 就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尽管心里早就有了疑问 但刘子瑜觉得那不过是梦境罢了 就并没有往心里去 也没有过多地去想 难道说 母亲的死有什么蹊跷吗 想到这里 刘子瑜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胡思乱想之间 刘子瑜固步地和大蛇告别 便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他要找父亲问个明白 回到家时 柳成风还没有回来 刘子瑜只好焦躁不安地等了起来 看到刘子瑜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的后母王氏如烟便问道 鱼儿 怎么了 见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可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或许是今天遇到的事情太过离奇了 刘子瑜便多了个心眼 娘 没什么 估计是想我娘了 你放心吧 听刘子瑜这样说 王氏也就没有再追问 夜晚时分 柳成风回来了 吃过饭之后 还没等刘子瑜发问 柳成风便把他叫到了房间里 鱼儿 怎么看见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是不是有什么事 见王氏还在那里坐着 刘子瑜便说道 爹 有件事 我想问你 咱们出去说吧 说完 刘子瑜就静止走出了屋子 听刘子瑜这样说 柳成风很是奇怪 你这孩子 有什么还不能在这里说吗 搞得这样神神秘秘的 尽管嘴里这样说 但他还是跟着刘子瑜来到了外面 来到刘子瑜房间后 柳成风便问道 鱼儿 到底有什么事 刘子瑜随手把门一关说道 爹 你猜我今天在娘的坟地上遇到什么怪事了 一听是这 柳成风连忙追问道 什么怪事 刘子瑜说道 今天在娘的坟地上我遇到了一条蛇 那条蛇一直盘在娘的坟头 还磕了几个头 后来 他又把我带到了一个山洞里 在山洞里 我发现了一块手帕 说完 刘子瑜把那块手帕拿了出来 柳成风颤抖着双手接过手帕 仔细看了一番之后 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没错 我记得当年你娘曾经告诉过我 说是她曾经救过一条小蛇 只是这已经过去了十来年了 蛇为什么又会出现 刘子瑜说道 爹 有句话 我想问你 我娘当年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柳成风愣了一下 随后疑惑地问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刘子瑜道 爹 不瞒你说 我经常梦到娘 每次她都是哭着出现的 我从来没有见她笑过 而且 每次出现的时候 她的嘴角都流着血 以前的话我也没在意 今天出了这时 我就一直在想 我娘的死 会不会有什么蹊跷 一听这话 柳成风顿时脸色大变 鱼儿 你这是什么话 难道你怀疑 你娘是我害死的吗 见爹爹生气了 刘子瑜连忙说道 爹 你和娘的感情我知道 我并不是说你害死了娘 只是这事情出现的 也太有点蹊跷了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 听刘子瑜这样说 柳成风这才稍微平静了一点 鱼儿 当初你娘死的时候 说实话 我也觉得难闷 按理说来 她的病也不算太重 药也吃了不少 但就是不见好转 当初我也觉得很纳闷 可也没有仔细追究 只是觉得或许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刘子瑜问道 爹 娘生病的时候 都是谁在照顾的 柳成风说道 还能有谁 就是你后娘 她当初是你母亲的陪嫁丫头 是跟着你娘一起嫁过来的 你娘生病以后 就是一直由她在照顾 怎么了 你不会是怀疑她吧 刘子瑜说道 爹 看你说的 我怎么会怀疑她呢 父子俩又聊了一会 见始终没有头绪 柳成风便走了 就在父子俩在屋里密谈的时候 屋外 一个人正躲在窗户底下 悄悄地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着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在屋外偷听 请接着往下看 父亲走后 刘子瑜便躺下了 不久之后 他便进入了梦乡 再说柳成风 回到房间后 王氏便问起了他 当家的鱼儿找你究竟 有什么事 这么神神秘秘的 柳成风叹了口气说道 爱 或许是想他母亲了 鱼儿对他母亲的死 有些疑心 听丈夫这样说 王氏的脸色瞬间变了 只见他往那里一坐哭着说道 当初 小姐死的时候 就是我在旁边伺候着的 他这样说不是怀疑我吗 看来这后妈毕竟不好当呀 说完 王氏竟然放声大哭了起来 见王氏这般 柳成风连忙劝道 看你说的 鱼儿怎么能怀疑你呢 他也就是随口意说罢了 等过几天 我再找他聊聊 放心吧 过几天就没事了 在柳成风的一番劝说之下 王氏这才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柳成风又要外出要账 这时 王氏说道 你呀整天在外忙着忙那的 身子怎么能受得了 你看 鱼儿也不小了 你也应该让他帮着干点活了 我看不如这样 你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办 也算是历练历练他 怎么样 听王氏这样说 柳成风心中暗道 也确实是这样 鱼儿也长大了 是时候给他一些担子了 总不能养活他一辈子吧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能把这个家扛起来吗 经过一番思索之后 柳成风把刘子瑜叫了过来 吩咐他前去要一笔账 刘子瑜没有拒绝 于是便外出收账去了 事情办得很是顺利 刘子瑜前去讨债 欠户便拿出好酒 好菜来招待他 不胜酒力的刘子瑜便喝多了 走到半路上的时候 刘子瑜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于是便躺倒在路旁的一个亭子里睡起觉来 就在他睡着不久 一个男子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跟前 此时 刘子瑜依旧昏睡不醒 男子见四下无人 便迅速地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 朝着刘子瑜的胸口处刺了过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条大蛇从亭子的顶上爬了下来 大蛇张开大口猛地朝着那人的手腕咬了过去 等男子发现那条蛇时已经晚了 他只觉右手一阵刺痛 随即大叫一声 手中的刀子也掉到了地上 男子捂着右手 跌跌撞撞地跑出了亭子 没走几步 他就朝着路边的一条深沟里栽了下去 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 刘子瑜是丝毫不知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才醒了过来 见天色已晚 刘子瑜便赶紧回家去了 殊不知 他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 回到家后 见儿子圆满地完成了自己交代的事情 柳成风很是高兴 狠狠地把他夸奖了一番 奇怪的是 就在刘子瑜进门的一刹那 王氏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一丝惊讶 不过 瞬间他就恢复了常态 这天夜里 或许是见儿子能替自己办事了 柳成风非常高兴 就让王氏准备了一桌韭菜 席间 王氏不停地劝柳成风父子俩喝酒 不久之后 父子俩就都喝多了 就在父子俩醉意阑珊之际 王氏说话了 你父子俩不是想知道葛秀姑怎么死的吗 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们答案 听了这 柳成风父子的酒顿时醒了 刘子瑜连忙问道 娘 你说什么 我娘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快告诉我 王氏笑着说道 看在你们父子俩将要死的份上 我就对你们说了吧 也让你们做个明白鬼 柳成风一脸惊诧地问道 什么快要死了 你到底干了什么 王氏说道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已经在你们的酒里下了毒了 不久之后 你们父子两个就会独发而亡 一听王氏这样说 父子俩顿时将在当地 王氏又说道 你们不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葛秀姑就是我害死的 柳成风 实话告诉你 当年我并没有把药喂给他 那些药全部被我盗了 听了这话 柳成风就像是疯了一般上前贺问道 怪不得他的病一直不见好转 原来这都是你搞的鬼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氏说道 实不相瞒 当年我跟着他陪嫁过来的时候 也存了想让你把我收为测试的打算 可见你两口子恩恩爱爱 你还说什么这辈子就只要他一个老婆 听了这话 我觉得天塌了 你还记得当年你家有个名叫陈四毛的仆人吗 就在我满心失落的时候 陈四毛看上了我 他时时刻刻关心我 不久之后 我们两个便走到了一起 喘了口气 王氏继续说道 我原本想的是就这样嫁给陈四毛算了 可没过多久 葛秀姑就生下了孩子 自从生了孩子以后 他就一病不起 我见机会来了 便又有了当初的那个念头 于是我就偷偷地把葛秀姑的药全部给倒了 他一死 我便有机会成为测试 葛秀姑死后 你便把我收为了测试 可这时我已经怀上了陈四毛的孩子 无奈之下 我只好把陈四毛给堵死了 尽管他被堵死了 可他的孩子却被你养大了 也算是对得住他了 听了王氏的解释 柳成峰当即将在当地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眼前的这个人 还是对自己嘘寒问暖的妻子吗 这些年来 自己难道都是在替别人抚养孩子吗 难道就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就平白无故地 让两个无辜的人命丧皇权吗 恶毒 丧心病狂 说出真相之后 王氏倒是轻松了不少 我本来不打算要你们的命的 可没想到你们却对我起了疑心 我原本打算趁他外出收账的机会 找个人把他给杀了 没想到他却躲过了一劫 既然这样 那你们父子俩就一起上路吧 你们一死 这个家不就是我的了吗 刘子瑜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王氏冷笑着说道 我怕什么 到时候我就说 是你父亲把你娘害死的 你发觉了真相 以后就用毒酒 毒死了你爹 然后又饮酒自尽 这样说来 是不是天衣无缝 又有谁知道真相呢 我知道 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少年的说话声 紧接着 一个少年走了进来 一看 少年正是王氏的儿子刘子硝 娘 你说的那些话 我刚才都听到了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爹 哥哥 我替他给你们赔罪了 说完 刘子硝便跪倒在地 给柳成风磕起头来 王氏说道 孩子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刘子硝狠声说道 你不光害死了姨娘 连我的亲生父亲也害死了 你不配做一个妻子和母亲 这样的家产 这样的母亲 我不要也罢 听儿子这样说 王氏顿时愣住了 我这样做不都是为了他吗 他怎么这样对我 只听刘子硝又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你当初在酒里下毒的时候 恰好被我看见了 这些年来 父亲和哥哥对我的恩情 我铭记在心 我哪能让你再做出 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 于是我就毒酒倒了 听了这话 王氏瞬间待在那里 第二天早上 柳成风发现 王氏已经死在了屋子里 在仔细查看王氏的尸体时 人们惊奇地发现 在他的脚上有两个尖尖的牙印 看到这 他们才知道 王氏是被毒蛇咬死的 念在这些年的夫妻情分上 柳成风把他安葬了 但刘子硝却不知所踪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真相大白以后 刘子瑜又专门去了一趟母亲的坟地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坟头上 那条大蛇依旧盘在哪里 不过他已经死了 后来 柳子瑜娶妻生子 孝敬父亲 一家子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故事完 刺杀柳子瑜的人是被毒蛇咬死的 王氏也死于毒蛇之口 可见毒蛇的毒非常厉害 但蛇毒能有王氏的心恶毒吗 为了所谓的虚名 王氏不惜害了两条人命 说到底 还是贪心所致 不过 正所谓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只要做了坏事 不管什么时候 总会遭到报应 蛇虽毒 但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一点王氏 还真的不如一条蛇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使这一道 立刻就报